偶像成功变身为演员 韩国男人的国民初恋 曾被说是土黑猿路人 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 Miss Edmonet 裴秀志 1994年10月10日出生于光州 从小妈妈就经营小吃店 现在则是将原有的小吃店 整修后营运咖啡厅 而爸爸裴原英 是国际院公认六段跆拳道选手 所以秀志也是从小就学习跆拳道 并且拥有黑带二段的实力 受到国二出道的宝儿影响 小四时就开始喜欢唱歌跳舞 并梦想成为歌手 虽然父母亲反对 但他还是偷偷地跑去舞蹈学院上课 国中时他加入热舞社 每次学校有活动时 他就会自己编舞并参与演出 为了表演 他会练习到晚上11点 努力练习的成果 也让他在舞蹈大会上获奖 而卫貌清秀的他 也曾经在网派上担任 模特儿赚取零用钱 2009年国三时 他参加MNET选秀节目 Superstar K 光州地区初选 并在选秀会场上 被JYP的心探向重 因此进入JYP当练习生 而职员说 当时JYP选人的标准 是只要外貌 歌唱 舞蹈之中 有一样符合标准 就可以被入选 但秀志是三样都符合 经过一年多的训练 2010年7月 以四人名字 明星出道 主打歌Bad Girl Google 不到一个礼拜 就在韩国多个姻缘榜上 获得第一 出道仅21天 就获得首次一位 取得非常亮眼的成绩 并且在当年度 获得许多音乐大奖 2011年首次接演电视剧 梦想起飞 并担任主角高惠美 正式以演员裴秀志 开始活动 当时本剧同时段竞争者是 在电视剧上 很难得一见的 郑余胜参演的雅典娜 而且剧中 大多还是都是采用偶像演员 所以许多人都觉得 这会是部失败的电视剧 但是因为剧中角色各有魅力 而且剧情精彩 所以最后成为同时段 收视第一名 并且获得了超过20%的高收视 虽然一开始 秀志也因为演技尴尬 而受到些批评 但是随着剧情发展 也让人看到他演技的进步 剧中他演唱的OST 冬天的孩子 清澈的音色 也受到了许多观众的赞赏 而这部剧的成功 让秀志突破偶像限制 让一般观众也认识他 不仅获得了许多人气 也因此获得了2011年 KBS演技大赏女子新人奖 2011年 Miss A发行了第一张整规专辑 也获得了许多人气 而在秀音乐中心 韩综艺青春不败二中 也获得鼓定出演 不仅在歌唱方面 还跨足了演戏韩综艺 成为了女子偶像中 最火红的明星 2012年2月 Miss A发行了迷你一集Touch之后 便出演电影 初恋竹梦101 片中饰演韩家人的年少时期 虽然刚上映时的人气并不是太高 但是当时片中 朝正式饰演的纳德 教主角该如何接吻的片段 引起了热议 而剧中秀智青春的模样 也勾起不太看爱情电影的 30岁男性初恋的回忆 而随着大家口耳相传 最后突破了 411万观影人数 成为当时爱情小品电影 观影人数最高纪录 秀智也因为这部电影 获得了广大的人气 也被称为是国民初恋 并在第48届 百想艺术大赏中获得新人奖 这部作品也成为秀智的代表作之一 而伴随着人气 广告代言也接踵而来 之后他不仅参与电视剧 综艺广告代言演出 还是继续有团体活动 而努力活动下 他获得了最佳广告模特儿奖 人气奖 娱乐部门最佳新人奖等等 2013年电视剧《九家之书》 剧中首次尝试古装扮相 并饰演武术教官谭汝味 而本剧也获得了广大的人气 不仅收视率突破22% 还横扫各大奖项 因此秀智也更确立了 在女偶像界中的独特地位 当时秀智也挤进了广告代言人 好感度的上位圈 并且在20岁演员很难挤进的 盖洛普排行榜中 站上好感度第16名 盖洛普调查必须要在专业领域 建立明确的形象 而身为偶像歌手出身的秀智 进入演员排行榜 真的是非常厉害的成绩 2014年MISS A举办首场单独演唱会 并展开亚洲巡演 而4月复笔式公布了 韩国复笔式名人榜 秀智获得了第三名 2015年他和李敏昊传出恋情 所属公司承认两人恋情 但在2017年因为聚少离多而分手 2015年4月MISS A发行迷你专辑 主打歌Tarunamda Marguno 虽然当时因为和XO一起回归 所以在音乐节目中没有获得EV 但是却横扫了音源榜整个月的榜首 而且因为秀智变得更成熟美丽的外貌 每次出演音乐节目都会造成话题 之后他出演电影《绝带练歌》 并再次获得了第52届百想艺术大赏 电影部门《女子人气奖》 虽然电影卖作不佳 但是适应会上 因为秀智邀请的男艺人都是大咖 造成了话题 当时跟他演出过《梦想起飞》的金秀贤 《九家之书》的李神基 《初恋竹梦101》的刘彦席 和即将播出的电视剧《任意依恋》的金宇斌 都到现场支持 就连在电影节都很难一同出现的演员们起居一堂 而且当时秀智的男友还是李敏浩 因此他也被称作是《男神收割机》 许多女粉丝都非常地羡慕他 2016年初 他和XO的薄贤合作歌曲《Dream》 在公开前就已经有众多粉丝期待 音缘一公开 立刻就登上各大音乐榜的榜首 许多人都对秀智的音色感到惊讶 而这首歌虽然没有上音乐节目上宣传 但还是连续两周在《音乐银行》 和连续三周在《人气歌谣》中获得一位 7月播出的电视剧《任意依恋》 搭档金宇斌一同演出 当时未开播就已经因为主角光环而造成轰动 但与期待值相比 因为剧情老套以及节奏混乱 就算主角颜值跟演技好 都无法赢得观众的心 2017年秀智发行首张个人迷你专辑 是否 发行前先行公开歌曲 之后正式发行专辑 立刻占据八大榜单的榜首 创下亮眼成绩 这张专辑秀智也展现出 与过往完全不同的成熟魅惑形象 让粉丝们眼睛为之一亮 9月电视剧《当你沉睡时》 剧中和李忠硕搭档饰演 《可以梦见未来的记者男红珠》 这也是他出道以来首次以短发亮相 而本剧也获得了 2017年SBS演技大赏 《最佳情侣》 以及第54届白响艺术大奖 《女子人气奖》 2018年初传出和李东旭的恋情 双方经纪公司火速承认 秀智曾在综艺强心脏上 表示理想形势李东旭 没想到几年后竟然在一起了 但因为李东旭出道多年以来 从未公开承认过恋情 所以《怨爱行径》 也被众多网友揣测 案情并不单纯 不过恋情仅维持4个月就告终 2019年秀智约满离开了JYP娱乐 加入了拥有许多知名演员的 Management Soup经纪公司 同年在杜达党李生姬 演出电视剧《狼行惊爆点》 并且获得了2019年SBS演技大赏 迷你剧部门女子最优秀演技奖 但比起投入的制作费 收视率并没有预期来得好 但是在电影《白头山》中 搭档了多位资深大咖演员 电影也获得了不错的成绩 虽然秀智不算出演太多作品 但是出演的作品大部分都算是成功的 而最近的作品是刚播出的电视剧 《我的新创时代》 在剧中秀智饰演梦想成为 韩国史蒂夫·贾伯斯的企业家许达美 虽然刚播出的收视率还不是太好 但是在Netflix上已经成为热门影片的第一名 而剧情也很新颖节奏快 讲述年轻人追梦创业的青春故事 也反映了南韩社会现况 引起了许多共鸣 看过的粉丝都赞好 后视看好 期待之后剧情的发展 而之后还有不预定拍摄的电影《Wonderland》 搭档许多知名演员 孔刘 蒲宝剑 郑友美 崔宇直 汤薇等等 上映时间未定 秀智的个性豪爽 在节目中可以经常看到他不顾形象的大笑 而过去亲弟弟在节目中表示他是 好的时候很好 坏的时候绝对不要惹的姐姐 心情好的时候会问他吃饭了没 没吃的时候还会帮他煮泡面 但是心情不好时就会被使唤煮泡面 连对上演都会被骂看屁啊 还爆料有次偷吃了姐姐的零食 秀智气到把汽水往弟弟脸上泼得过去 只能说姐弟俩真是相爱相杀 也能看出秀智非常的直率 之前曾经公开声援网红哭诉遭性情疑事 最后被该工作室提告 最后虽然有被驳回 但是事件也因为秀智的影响力被更多人关注 刚出道的他虽然外貌清秀 但是稍微有些肉肉 而他私下的穿着打扮也经常被批评 但经过时间历练 现在的秀智已经摆脱被称为土黑原路人的过去 称为零食脚的颜值扛把子 以上就是这集你不知道的明星故事 介绍给大家的零食脚美女裴秀智 如果有想要认识的明星故事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集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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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